欢迎收看今天的五四新观点 我们看看之前韩国瑜 他不是打着庶民经济这样的棋子 所以获得了胜选吗 但现在经过昨天的国政说明会 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他所说的庶民经济 竟然是在过去几十年前的家庭代工 那么他就说像是渔民 中地收入户还有妇女 都可以去做圣诞节的灯饰 什么串珠珠这些家庭代工 所以大家听了之后就觉得很纳闷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可能都用AI了 加上他说了妇女这两个字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怎么这样 现在是女力当道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另外今日最狂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韩国瑜不是也说 希望韩粉在7月6号的时候 赶快到高雄去帮忙拼经济吗 可是现在在高雄有很多店家不领情 有一个面包店 他们现在就说要发起霸市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那么其他的店家他们会合作吗 到底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我们都要来看看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铭贤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最终的媒体员王瑞德 瑞德哥好 清平好 大家好 民进党高雄市议员简焕宗也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世坚哥好 清平好 大家晚安 好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瑞德哥 因为我们看看昨天这场国政的说明会 很多人都说这听起来好像是吹牛比赛一样 大家金句接着一句接一句 这当中尤其是郭台铭还有韩国瑜 让大家觉得真的是很惊讶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三次的国政愿景说明会 本来应该是辩论会 对 那你知道说有人进不起辩论的考验 是谁大家应该很清楚 对不对 然后就改成这个说明会 每个人12分钟 后面还有一个回答3分钟 总共15分钟 第三场本来是最重要能源 对不对 经济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做总统 要怎么样把台湾带到一个境界来吸引那大家 那么在如此的情况之下 那么当然第一棒 到昨天抽到第一棒的韩国瑜 我本来对他是非常寄望很深 你知道吗 因为韩国瑜通常脱稿演出 会讲出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话 这个人进来或出去高雄花大财 类似这样子嘛 对不对 很吸引人 不过他昨天几乎都照稿念 然后讲的就虽然有准备 但问题是就不精彩 因为就不是韩国瑜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讲出来的这个八大金句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惊人之语 里面包括一个第一个 考上台大当台大人是何等的荣耀 开玩笑的说 帮祖宗烧香炉都会发火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你知道吗 我太太就是台大中文系的 我也不觉得我们家有发炉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要说台大很厉害 因为他要cover这个利用管中敏的事件 然后替自己加分激起来营的支持者 对他的支持 在台湾的经济世界里面 我们事实上是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又在搞对立就对了 在台湾的这个经济里面 我们已经分成四个字 这四个字一看 我们觉得害怕叫平复南北 这也是对立 对 它也是对立 也是在说这个高雄穷台北有钱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高雄已经发大财 至少有个人发大财 韩国瑜发大财 为什么呢 因为他89万票 一票30万已经2677万 那个黄光晴的版税150万 那再加上那个什么 一亿两千九百万的政治金 扣一扣 我算一下 我的天啊 他自己收入已经增加四千三百多万了 然后下一类的中华美国总统 应该每个礼拜到南部最少两到三天 重视南北的平衡 我的天啊 这个重点不在于你在哪里住多久 那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到南部两到三天 那你要不要到东部去 那你要不要到里岛去 进门马祖 然后南与绿岛小流船 你都要都去 乌秋要不要去 那除此之外 东西卖的出去 人静的来 台湾能够发大财 我觉得这是短期之内 我们要做的 他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 然后几十年前 谢东敏先生当台湾省主席 大家还记得 客厅急工厂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 所工业 各种加工如火如荼 天啊 他不会把代工业想成金元代工吧 所以他是把代工业跟金元代工 然后一个安全无余 一个人民同意的前提之下 一定要继续用核能 包括重新启动核四 昨天有个重点 这些国民党的总统参选 都说重新启动核四 那么一个人从事政治活动 天上神佛保佑 人民投票支持 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可以选择为人民做牛做马 也可以选择作威作虎 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郭台铭 郭台铭因为比较后面 第四个当然不妨多浪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韩国瑜之外 那么朱立伦也攻击他 那郭总就反击了 对不对 当然反击了 我怎么看他的攻击 如果你觉得 你比四年 过去四年前过得好 那就不要选我了 五月的时候刚好 这个年轻人缴税缴的少 你这样讲这句话 很多年轻人会不会就不选你 零到六岁的孩子 这是他郭台铭提出来的政策 就是零到六岁的孩子 国家一起帮营养的政策 一定会实施 一定会实现 就算善尽家财也在所不惜 这个善尽家财是昨天最抢眼的 为什么呢 因为记这个韩国瑜 说粉身碎骨之后 善尽家财 善尽家财 酸起的装痛你 都爱台湾 酸起的装痛你 死人不是要死 可能就散尽家财 然后再来就是 会尽力去设法跟美国签订FTA 美国是指标 他说他有办法签 美国签了其他国家 就愿意跟我签了 天哪 难道你不知道 美国要你签FTA的前提 是要美国租进来吗 然后在台湾缴税4000亿 这也是证明 我是最好的总统人选 你做生意缴税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跟你缴多缴少没有关系 不是你缴多你就爱国 就是比较好的总统 我提的建议你们 国民党也没有一个接受 我只能接受 就是说很委屈 这个我赞成 我个人认为这个选举 那么事实上继续打下去的结果 总共7天的民调 因为他民调做的方式 跟一般民调不一样 一般像民进党的民调 那么在不排来的情况下 接下来唯一支持蔡英文 听到完 他就OK还加分 OK嘛 可问题是他民调做得太复杂了 抽付连检查 那么民调接起来以后 你可能老先生支持韩本的 老先生老太太 她说我要年轻人 然后我要怎么样 我要不同性别 天哪 那要不然这个民调就不成功 所以当这个民调 做出来的时候的那一天 也就是7月15 上午11点 中国国民党公布 他们今天这个三场 完了以后的 这个所谓民调结果的时候 才是国民党考验的开始 为什么 韩国瑜如果输 郭台铭如果输 两个人输 我相信两个人都不服气 那么两个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法 那一百多万的韩粉 全国加起来大概估计出估有一百多万的韩粉 非韩不投 不是韩的话要去郊游 然后呢 在郭台铭这边 天哪 现在已经有内部的会议说 要站到最后一兵一组 也就到明年的1月11号 所以要脱党参选吗 不是不可能 因为他没有签那个公约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郭台铭他的霸气 那么他在三场上兼并打来打去以后 无往而不利 当然了 他说他可以去见到川普 那是因为你要去投资一百亿美金 让人家川普才在白宫见你 你如果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中红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你不要说你要进白宫 我告诉你 到时候的等于说郭台铭 可能连我们观光客都不如 我们观光客可以坐在 站在白宫前面的草坪拍照 对不对 他那时候连这个香港白宫 华盛顿特区 纽约这地方 他可能都进不去 都没办法进去的 没有错 然后你就知道 昨天的国政辩论大赛 国政的这个等于说 愿景发表会 已经变成了唬烂电视笑话冠军 所以你觉得已经变成唬烂电视笑话冠军 当然一句又接一句的这样的金句 让很多人在这个网路上面热议 有的人就说 这个支票是不是开太大 另外也有人说 难道是时光倒流回去了五十年前吗 怎么会讲到什么家庭代工呢 我们就来看看 昨天韩国瑜到底怎么讲的 我们要尽全力来打造青年愿景工程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但是人是英雄 钱是胆 我们年轻的朋友 已经不像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跟条件 国家蓬勃发展 现在的青年创业倍感辛苦 所以为什么台湾青年子弟大量的外漂 因此打造青年愿景的工程 已经刻不容缓 政府应该强力大力的推动 庶民经济的希望工程 要成立庶民经济的各种基金 大力扶植中小企业 中南部 农渔民 妇女 以及帮助一些中低收入户 振兴我们庶民经济 几十年前 谢东明先生当台湾省主席 大家还记得 客厅及工程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 手工业 各种加工 如火如土 家里的圣诞灯 家里的人造花 我们那个时代在冲经济 现在来讲 庶民经济已经处于绝对的弱势 所以政府一定要做 昨天大家很吃惊 韩国瑜他的经济政策 为什么会讲到家庭代工 好像感觉上是穿越剧 还是时光倒流五十年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创夏哥 你昨天听到他的这个说法 你怎么想 我一下子就一起回到了从前 回到了我的童年的时代 家家户户手工业 客厅急工厂 其实这就是一个历史照片 当时的农村 或开始有客厅急工厂的时候 其实也没什么客厅 就是大家挤在这边 然后每个罐子里面 就可能是塑胶花 可能是灯笼 然后妈妈就住在这边 我们这些小朋友 每天就在这边 塑胶花这些的 塑胶花 毛线 然后最重要是 那个年代 这个东西怎么会 庶民发大财呢 家家户户手工业 庶民会发大财 因为那个年代 我出生那一年 我出生那一年1965年 台湾的联军GDP 每个人不到200美元 也就是一年你才不到200美元 一天不到一美元 根据联合国的贫穷的标准 一天赚不到一美元的 那叫做极穷 那叫做穷困 那个怎么会是会发大财呢 对 那为什么 那难道他讲这个是 要带领我们回到过去 50年前那个时代吗 是啊 所以你知道 我们一下就想到了小时候 而且说实话 客厅集工厂 那还算是家庭比较好一点的 为什么 像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呢 那时候妈妈原来还没有宿舍 眷村还没有眷村 我们都住在宿舍里面 所以家里是没有客厅的 所以连客厅都没有 没有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 一二年级小学毕业的时候 老师就逼 然后我们就戴着帽子 背着小书包 前面有一只旗子 我们这一年级的学生 就全部排入队 跟着老师走走走走 走到活动中心 眷村活动中心 妈妈们就坐着一排小椅子 妈妈们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 然后那时候毛线 也不是像这样子一捆 都是一大捆 所以妈妈要打毛线 妈妈要打毛线 然后你们要再帮忙 对 然后打毛线呢 移过去之后 就每个人就在妈妈那边 手伸出来 就像这样子对不对 对 然后妈妈就把你缠起来 困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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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就开始呢 妈妈就抓着这线头 开始拿着这两根针 然后就开始 织毛衣了 对 开始织毛衣了 做个样子这样 织毛衣 织毛衣 小孩不怪的时候 还顺便打一下这样子 对 然后一下子 跟我讲说 往左转 我追上往左转 往右转 让妈妈把线过去 然后呢 那时候呢 其实也没有电风扇 更没有冷气 所以有时候被蚊子咬呢 后面痒又不能抓 因为死在这边嘛 然后就动来动去 那小朋友就这样 然后到一二年级 就这样子过的 然后回去之后呢 真的童年回忆耶 妈妈很勤快 她是说回去之后呢 还要自己带回家打 那带回家打 那时候一大捆毛线 不能带回去啊 所以我们小孩子都学会 要帮妈妈这样子 两只手指伸出来 转八圈 手拿出来 你到现在记忆犹新耶 那时候这个 小学童年就这样长大的 然后要这样子绕 然后绕起来 然后向左右 然后绕成一个圆球 然后一颗一颗的 带回去给妈妈 这个叫什么 然后这两根针呢 其实它针红毛衣衣 不是像我们小小的绣花针 最早的时候是竹子 这是磅针 然后后来呢 是铁的 然后我们对这两根呢 特别有记忆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坐在那边乖乖的 不乖 妈妈就啪 一打下去 刚好先被抽一下 抽一下就是一根蜈蚣 就是一只蜈蚣 然后有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小学生嘛 小孩子会跑啊 那妈妈是怎么办 头一夹 头就被夹到妈妈大腿里面 然后呢 就开始打了 把屁股敲着边就是打哭 所以你看看家庭急功场 当时你是小时候的时候 然后也要帮爸爸妈妈 做这些 带这些小小的外贯 而且人家这钱赚的很少 然后后面慢慢呢 眷村有了 开始有客厅了 所以家庭急功 客厅急功场了 所以开始呢 就是这样子的圣诞灯 这个是圣诞节的灯饰吗 这是要外销的吗 要外销的 大叔也不知道是给谁的 反正就复典会拿过来 我们就照做 它其实也是一大捆 一大捆的 然后回来之后呢 其实那圣诞灯 没那么快 这是一个小小的 这个灯 然后有两根线出来 然后那时候小孩子眼睛比较好 妈妈大概已经有老花眼了 看不到 我们就帮忙 帮忙穿线 穿线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两根针要凸出来 这两根针要凸出来 真是有训练过 然后呢 根据这边 插进去 卡一身 而且呢 你看 有的是绿的 有的是红的 有的是橘的 那妈妈会告诉你说 今天呢 七个绿的 一个红的 六个挤的 几个 你要记那个数字界 你怎么 难怪我们小时候数学都那么好 从小时就在训练 那这样弄一串 可以赚多少啊 其实不知道 因为呢 那个都是上面的人 团管区啊 基地处拿过来 拿过来 每家都要做啦 每家都要做 家家户户都要分道 然后交回去 交回去之后 可能每个月 妈妈就过去 今天呢 今天有那个麻油 鸡蛋可以吃 就是在换到 这么一点点钱 所以到底赚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 其实我们也只能 补这么一点 这个就是韩国瑜的 客厅急工厂 庶民发大财 所以大家会觉得 很惊讶啊 就是说 拜托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难道 韩国瑜现在也希望 每一家都变成这个样子吗 家家户户都是客厅急工厂吗 又倒回过去五十年 也有帮助 你看像我这一个 这个灰都是我自己缝上去的 所以你现在手很巧 我现在要针线佛 手很巧 其实你知道 韩国瑜你都出来之后 这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是什么 他好像是 在已经征服了宇宙 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 然后回到这个时空礁廊 然后带着我们呢 一起走回从前 走回到从前呢 1960年代的时候 这是他的记忆 所以我们走一起 大家台湾的美好 一起走回过去的美好 庶民经济就是家庭代沟 就是拿着这个针 开始打毛线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呢 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呢 他的记忆里面 只有池塘园 所以这金园 他也搞不清楚 四十年前谁懂 什么叫做金园 然后当然1980年之后 那也是我们那个年代 每次他早上到 升旗典礼的时候 就开始唱军歌 夜蛇猫方 心眼乌方 这是1980他的记忆 所以他又记得夜席 然后后面90年代呢 他就没讲 因为他就说 花天酒地 不知道在混什么 但是我们都记得 他那时候打了 打了陈水扁 对 然后后面呢 失落了17年 更神秘了 他到底在干嘛 可是这17年里面呢 你就觉得 他的脑袋里面 补充精彩东西 都跟中国大陆有关 回到这个是什么 中国大陆文革的时候 大跃进的时候 最起来讲一句话 义苦失田 所以叫我们回到 当年的苦 去记忆现在的田 难道是义苦失田吗 然后他今天不是就讲 说庶民经济 带来的是希望工程 而希望工程呢 很多人想什么叫希望工程 1999年 江泽民提出来的概念 要给大陆偏远的 妇女和小学 给他们一些技能 让他们会改善生活 所以会发现 韩国瑜的时空膠囊 最可怕的是什么 一起走过从前 不然就直接跳跃到 中国大陆的与会 包括拉进来打出去 好 所以我们看看 时空膠囊 但我们要走回从前 50年前的事情 这个家庭代工 而且他现在讲说 像是一些中低收入户 像是妇女 像是渔民都可以来做 大家就想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尤其讲到妇女 就让很多的女孩子 女性同胞觉得很不服气 现在不是女性当道 女力当道 好 那我今天请教一下 世坚哥 你怎么看 我们看到韩国瑜 还有郭台铭 昨天要不然就是带大家 时光倒流 要不然就带大家 开了很多的支票 这些支票也不知道 做不做得到 你怎么看昨天 他们的表现 倩比 其实昨天晚上 韩国瑜的表现 除了刚瑞德兄提到的 十大金句以外 其实在结语的时候 他也又送我们大家 一句彩蛋金句 哪一句 就是一个彩蛋 他说 这个洞房花卓业靠自己 对 选举需要靠别人 这是临走前一个彩蛋 大家都笑了那时候 昨天他们这五位候选人的表现 我用一个比喻 郭台铭跟韩国瑜 就像麻辣锅 他们在比呛辣的 那朱立伦是酸菜锅 酸度爆表 他继上个礼拜 他讲的呛郭台铭 讲郭台铭说 是国家养还是郭家养 昨天他又来了 他说福智康现在就可以帮回来 他昨天又讲说 不要为了一时爽 选错人 就是很酸很酸 那另外两位候选人是 养生锅 养生锅 比较平淡 比较平淡 不过我是觉得 我最近领悟有一件就是说 其实人生短短期十年 活得快乐 比发大才重要 我简单讲 小英总统跟现在我们民进党执政四个字 不打高空 我们实际的政策作为 要真的是具体可行 稳扎稳打 就一件事情就好 你看小英三年来的税改 很简单的 在种种的布局准备中 今年我们让寿星阶层 年轻朋友们 在申报所得税的时候 可以大幅的降低了 你要选的是国家领导人 选总统 你的基本的气度 还有你 那个发言的这个 你许下的政策支票 是要可 就是说具体可行 不是随便乱开支票 不能像马英九一样 跳票那跳舞的 不可以跳票 像跳舞一样 你开出来支票 你就要具体可行才对 从昨天 大家也看到他们的一些治国的格局 那我接着 我们也要来请教一下 年黄哥 你怎么看 因为你看 郭董 他讲到就是说 国家要养这个 零到六岁的小孩子 但是呢 大家就觉得说 要养这些小孩子 要花多少钱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帮我们大家算一算 郭董突然佛心来着 他决定要当一百多万小朋友的干爹 所以以后大家会有干爹 叫郭干爹 郭干爹来了 那其实呢 照顾零到六岁的小朋友 我们都同意 没有人反对 问题是政府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么多钱 那我们就用这个最简单的数学来算一下 其实呢 台湾最近这几年来平均每年婴儿出生 其实郭董的算法是说一年十八万 但是其实是 他是拿最低的一年 好我们就用最低的 其实一年平均应该大概二十万左右 好我们就用十八万来算好了 所以后来朱立伦就打脸他 所以这二十万 对我们用十八万来算 那零到六岁的话 大概总人数有一百零八万人 那郭董自己说的 每个人每个月呢 补助一千 一万五千块 然后呢 所以一年一个人就要花了十八万 十八万的津贴 那一年 这个全部一百零八万人要花多少钱呢 一百零八万乘十八 等于每年要花一千九百四十四亿 一千九百四十四 就差不多将近是两千亿 那如果说扣掉 现在政府已经有编的 包含这个诱托的补助 大概编差不多六百亿左右 所以等于是郭董 你大概在筹差不多一千四百亿的钱 那这一千四百亿 要从哪里来呢 郭董昨天也提出解方了 他说第一个 我要用这个特种基金 拿去找全世界最厉害的投资公司来 我每年要求不多 我保证四%的利率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拿到大概七百亿左右 那另外我要收富人税 这样可以多五百亿左右 那富人税 我们昨天节目中已经讨论过了 而事实上我们台湾也做过 当时马总统的时候 财政部长是张胜和 他当时曾经说过 把所得税率调高到四十五% 当时他的评估是说 我一年可以多收六百亿 可是一年之后财政部自己的报告 不只没有多收六百亿 还少收了六百六十亿 因为有钱人都跑掉了 那他变成外国人 或是把我的钱转到基金里面去 所以你根本收不到税 因为后亚兰他们很有办法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 他们很会结税 像我们这种薪水阶级 我们就结不了税 所以永远变不了有钱人 好 那关于这个投资呢 他说要确保获利四% 我想所有看过基金广告的朋友 大概都知道 因为这基金广告的要求 底下最后一定要加一句 投资基金有赚有赔 那郭董你跟我们保证四% 那请问那万一赔钱怎么办 那郭董说好 没关系 我够豪气 够大方 短期内筹不到钱的话 我郭台铭带店 我来买单 对不起 倩平 他讲带店 带店 带店就是说我们国家跟他借钱 不晓得郭董 日子要算几分 是三分还是五分 到时候他又赚一笔 对 然后朱立伦就笑他说 就算都是你不是国家养 都是你郭家养 你郭董的资产养一年也就没了 因为郭董现在资产大概2000多亿 可是观众朋友 我这边有个观点要跟大家解释 资产不等于现金 因为资产是什么意思 资产就比如说倩平 假设你有一辆车 你有一间房子 那个算你的资产 但是你的现金 对 可是这个 你不能说养小朋友说 这个我今天现金不够 我发一辆车给你 我要车干嘛 零到六岁小朋友都不会开车 当然不行 一定要现金 对 那万一你现金不够怎么办 那我干什么 我要卖我红海的股票 可是大家想想想看 如果郭董卖红海的股票 在股市上会发生什么事 那红海股票 大家会吓到啊 对不对 大家会吓到啊 所以郭董 这个行不通的啦 那如果你真的 我是给郭董一个建议 因为现在你还没当选总统 你没办法养108万小朋友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红海的员工 只要有零到六岁小朋友 你可不可以从明天开始 一个人一个月先发一万五 红海员工没有108万吧 你先养他自己员工的小朋友 你有零到六岁 一个月先发一万五 试看看嘛 看看觉得做不做得到嘛 看看效果怎么样 对 如果效果很好 搞不好你真的酸总统 你真的会动算啊 如果你连红海员工都做不到 那你怎么样去告诉我们说 你108万全国的小朋友 你都可以养呢 好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算了一下 我们来检验一下 就发现说 这感觉上也是随便吹牛 随便开支票嘛 好 那我接着请教一下明嫌 我们姑且不管他们 到底能不能够做到 他们所说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郭台铭 在韩国瑜的背后 一定有这个财经幕僚嘛 给他们这些政策嘛 那两边到底现在是谁 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些想法 我听到现在说 你这两个都糟糕了 就自己挖着扁扁扁扁 我觉得这样讲 有点不太公平啦 第一个我讲说 基本上我认为 昨天两个相当深度都看高 那韩国瑜的部分 他有他的财经幕僚 包括林建府 包括马海 这些都比较知名的学者 我认为昨天韩国瑜 很多政策不是只有庶民经济而已 他提到六个面向 包括数位经济啊 还有一个FTA跟自贸区嘛 当然民党反对自贸区 还有一个就是青年院景工程 那庶民经济是其中一环 他讲到那个家庭代工 那个就让很多人觉得 没有 他真的有特别解释嘛 那家庭代工当然是五六年代 我小学还真的做过代工 你也做过啊 我做过啊 好像组断了一块钱我忘记了 因为我小学 我是在屏隆乡下念小学的 不过他就讲 他不是说要恢复家庭代工啦 他就讲说怀念那个时代 大家就说那个年代就是台湾前 他买到那时候啊 可是庶民经济是其中一环 他要特别强调说 台湾不是只有发展高科技啦 你不是只有AI 不是只有大数据 你要注重了庶民经济这点啦 我认为他这个是要强调说分配正义啦 那他这样子应该把庶民经济 他的政策是什么把他讲出来 你讲到这些家庭代工的部分 他有讲说六个面向 其实那个是大的架构啦 庶民经济是其中 六个架构的其中一块嘛 第六个他还讲说要KPI啊 所以我觉得是有 因为包括建福老师还有马凯这个是 他们是注重那个分配正义的嘛 那至于说郭台铭的部分喔 学成泰是国内的比较 过去嘛 政府时代的政务委员 他是关心人口老化的议题 那我我这本讲好了啦 大概到我70岁的时候 台湾人口 目前台湾生育率是全世界倒数第一 到我70岁的时候 台湾你怎么算多少人 2000万人 少掉三四百万人 所以大家在解决说 少只话怎么去解决 马英九认为是国安危机 蔡英伟认为国安危机 要怎么解决 过去提出来的政见 大概政策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提高生育补贴嘛 第二个扩大公共化的又托教育嘛 这个我大概也想到是这一些 所以我在选议员的时候 我也提到说 比如说台北市的那个 又托公共化太低了 所以柯文哲提到要提高七成嘛 大概所有政治人物想到的这些 当然他们讲这些政策可行性 大家都可以来检验嘛 可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们背后到底是谁提供 他们这些财经政策 您刚刚讲到韩国瑜 韩国瑜的部分 马凯 张五岳 他们林建福他们是不是都党中央的 比较属于党中央这边的 我觉得召集人是因为张五岳 然后他邀了比较林建福 马凯这些 其实他是国政基金会 是党中央的智库 所以是党中央智库没错吗 那这样是不是党中央已经押保韩国瑜 而把他们的智库提供给韩国瑜 你这样说跳跃太快了 因为党中央的智库当然有很多 学者很多 你张五岳邀急 我没说张五岳邀急 我去邀民党的智库来帮韩国瑜写 政策白皮书 这样就不对了 我就是因为我们的学者群 大概都是这一批人 那你智库找的当然是这一批人 那你说党中央支持韩国瑜 太跳痛了啦 你讲说邱文达 学成泰这些马政府的官员 你说马英九支持郭台铭 那也没这样说 只是说学者跟政务官大概是同一居人 那个建平 明显要跟韩国瑜一样 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当时客丁及工厂 那个快乐时代可以 可是这个除了欢乐那个时代 也有很高压威权 让我们心里面阴影挥之不去的 从二阶段的那种白色恐怖之后 中立事件 美丽岛事件 林英雄加命案 那陈文辰事件等等等等 其实那在我们台湾人心里面 都落下很深的阴霾 那但是韩国瑜提到这一点 说回到过去的时代 让我们想到说 真的不禁捏一把冷汗 原来韩国瑜在他自己撑的 颓废的那20年的时候 他仿佛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那现在他从过去那个时空 回到这里所以他带给我们快乐 这确实他让我们缅怀那一些 但是同时也会想到过去的 恐怖的社会氛围 我觉得还是大可神神 大可神神 好 瑞德哥你觉得呢 而且不要忘记 那不管是这个 郭台铭的 他零到六岁国家养 或者是昨天韩国瑜加码了 六十五岁国家养对不对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要加税 要加税 你要听清楚 郭台铭说要加富人税 对不对 他说 前100名的或者前10名的 1000亿的 我跟你每年抽两三亿到三亿 人家不会用脚投票 什么意思 酸啊 六字大吉 对 你知道为什么 过去把那个遗政税 不断地降降降降 降到后来有一度降到 这个10% 20% 为什么 因为就要让他们回来 有钱跑光光了 有钱要出去 黄华进干单 包括用这个成立虚拟公司的方式 然后在海外 然后把钱都汇出去 就很简单嘛 我哪有可能说 前1000名 我有好几亿 跑百几百亿 上千亿 然后每一年 等着你来抽我多少税 不可能的事情嘛 然后另外的部分就是说 为什么说要加税 韩国瑜讲到65岁国家养 65岁国家养 那你要年轻人 另外哪一笔钱来 现在的薪水 再另外哪一笔钱来 不好意思 哪有钱 现在就要劳健保了 现在就要劳健保了 你说还要增加雇主的负担 雇主他现在 他也觉得他很高 他劳保还要增加几成 他本来就要几成 然后现在劳退 还要每个月提拨6% 所以呢 你都要加税 你都要加税 其实我觉得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昨天大家还不约同 国民党的同论候选人 都提到何四 那你就是跟很多的年轻人 跟我是人 我反合 直接就叫 直接叫消 很简单 年轻人 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们这个部分 等一下再来讨论 何四个部分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 刚刚也讲到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说 在这个国政说明会当中 可以检验这些候选人呢 他们到底对于国政方面 是不是真的是非常娴熟 还有就是这个政策的可行性 究竟如何 好 不过接下来火线话题